8个月之内,马币的民意有效汇率NIR升值了0.1% 马币对几个国家的货币是呈上升趋势的 国豪说,我们不应该只用美元做比较 都应该广泛地去比较马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走势 尤其是那些我国的贸易伙伴国 而国豪现在升息是可以帮助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价格稳定 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在支撑马币走势 对于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,国豪说疫情趋缓 状苦放宽业防疫措施,国豪的经济重挡强劲 失业率就业不足的比率进步下降 劳动力是在改善,国人重新开放 也将提振油业或者油业相关的行业 在私人领域支出的支撑之下 国豪认为未来我们的经济会持续的增长 不过国豪也提到国豪经济存在的隐忧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疲弱 地缘政治冲突进行升级 以及供应链中断加剧 会持续对国内经济构成下行风险 但至于全球经济和博物市场的波动 和金融机构有强大的资格和流动性 互相的效率 好,我们来看最大的矼尖活桥 光华,那几步欲,没有特殊待遇 没有 新中十二年来首次加息打一次0.2 散联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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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